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C系统对 已经觉得学费不是这么贵 但是又离家计对 离家计 所以但是UC在整个学校的所谓的申请进入的门槛 其实各个UC有各个不同是不是 对 今天我们的教育专家 哈佛全方位的Vickey和张主任来到节目中 教我们告诉我们一下 2014年UC加大录取的一些数据 我们用数字来说话 对 欢迎张主任 你们好 各位教长你们好 好来 2014一些这个UC系统的 所谓申请的数据分析 哪些UC比较好记 哪些比较难记 对 其实数字会说话 去年UC公布这个录取数字 我觉得他们是头头脉脉脉的在公布 为什么要头脉脉脉脉 因为如果大大方方敲锣打鼓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有点不高兴 不平衡 等一下我们来告诉你为什么 对 那你刚刚提到说哪个比较好记 哪个比较难记 其实呢 以录取上来讲录取率最低的呢 还是UC Berkley UC Berkley 整个的录取率呢就是 其实它每年都在往下降 然后呢 今年呢 其实Berkley的申请人数 又增加了大概3% 那UCLA也不妨多让 它现在申请人数超过11万了 在几年 在五六年前可能还是来两三万 现在已经对多少几千岁的成长 外来的移民多是不是 那些都有 还有就是说因为现在是这个网路申请嘛 所以你可以点点点点 就是像UC9分校是用一个申请表 你只要付申请费就好了 就一口气全部都送了 对 所以就是说这整个来说 都会造成它的这个录取率 像UC、OAC、Berkley 现在都是在17%、20%左右 其实在以前都是大概还有30% 那就一直往下降 对 其实整个UC 今年的这个申请人数 都增加了6.5% 对 所以你看这个申请人数一直增加 那录取人数又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那只有录取率一直往下掉 对啊 所以这个是就是最难进的 那比较好进的 就是说有一个UC的小baby 叫UC Merced 可能家长不知道 对 这是2005年才开始招生的 那这个UC Merced 就是现在来讲 大概就是还有60几个percent的录取率 是因为学校的 比较新 然后因为它就是说 我都会建议家长 就是说如果你考虑这个学校 你可以带小孩子去看一下 那个学校是在Yosemite的三角下 然后24小时都有一种 就是说非常organic的味道 OK 对 就是说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 对 零污染 对 但是我常常这样讲 You never know 它现在是UC的小baby 也许以后它会发展成UC Irvine 大巨人 对 你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现在每个UC都那么抢手 那转学生对于UC来讲 在这个这么多申请的人里面 是不是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因为刚刚讲申请人里面 也包括了转学生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转学生来讲的话 比较容易进的是UC Riverside UC Riverside大概就是说 六十几个percent的转学生都有被录取 所以UC Riverside的这个转学生的机会还蛮高的 那比较难进的这个UC 就是以转学生来说 还是以Berkeley为主 还是这样子 对啦 比较热门的学校 对 那Berkeley它今年转学生的录取是25个percent 但是这个数字在去年是27个percent 还是往下掉 还是往下掉 因为我本来讲是25个percent比17个percent好一点 但是还是往下掉 还是往下掉 对 所以呢 其实就是说 不管是说转学或是新生的话 Berkeley都还是比较难一点 那讲到这里呢 如果说是外籍的学生 或从外州想要进到加州的UC系统的话 那有哪些学校好进 哪些学校不好进呢 对 其实呢 这个法律是有规定说 UC只能收多少比例的外籍外州学生 虽然大家现在不高兴 但是其实它这个数字还是没有超过 那个法定的数字 所以呢 你也不能就是说 硬性规定它不准收这么多 对 但是问题是说 这些名额到底分配到了哪些UC 对 这个会有不一样的窍门 当然啦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UC的排名 是UC Berkeley UC LA UC San Diego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排 那其实呢 根据去年的数字 其实这个也已经好几年了 收这个外籍外州的学生 最多的还是以前面这三个 UC LA UC Berkeley UC San Diego 对 因为好 说实在你大辽远跑过来 如果说我用后面的UC来收你 你可能最后 我说你不要读啊 那我还是赚不到你的学费 我这样讲就是学费来了 其实以UC LA来讲 现在已经有42%的外籍外州学生 是收的学费比较高是不是 对 他们的学费付的比较高 对 因为你要知道整个UC 其实它40%的经费是来自于加州政府 但60%它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那自己想办法就是从哪里 学费 还有就是donation 那但是坦白讲 读公立学校donation的人比较少 对 那就是靠学费 那学费又收的不贵 所以当然就是真的财务 这个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也是勉为其难 对 那以比较多这个就是加州居民 也就是说这个外籍外州学生 比较少的 还是UC Mercelle UC Mercelle 可以比新的 大家不会大老远念一个新学校 没错 它只有五个percent外籍外州的学生 对 有待开发 对 但是UC它现在有宣布 因为我相信也是有蛮多诉论的 所以它就有宣布说 UC Mercelle UC Mercelle 从明年开始会降低这外籍外州的 这个学生的数字 但是我们会 看看它的降低多少 对 对 我记得去年也有闹过一阵子 就是说所谓的平权法案 对招生有 其实有蛮大影响 对很多亚医的家庭 或者亚医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 对 那以你来看 在未来的这个趋势上来讲 会不会对我们将来亚医学生 亚医学生 进到UC是不是越来越难进了 OK 其实呢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好难进哦 我们那个谁谁谁申请啊 都很难进啊 都没进啊 多高分都没进啊 可是我们来看看实际上的数字 其实以去年来讲 整个亚医学生在UC的percentage 是大概36个percent 才是第一 算最高的比例 最高比例了 所以你并没有吃亏啊 那去年比较大的争议是什么 就是这个拉丁裔的学生 去年是大概有29个percent 就是首度超过了白人的学生 那白人的学生的比例是多少 降到第四 降到第四 大概百分之26 对 比拉丁裔还少 对所以这是去年比较大的争议 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 我们为什么还是会觉得说不够不够不够 因为我们亚裔对于这个教育的需求比较大 对 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 你给我们的位置 我们还是觉得不够 我们还是希望多一点位置 而且我们就以亚裔的学生 在UC的比例里头来看 最多亚裔的学校呢 叫做这个 UC Irvine UC San Diego UC Irvine 我们叫它 University of Chinese Immigrants 对 对 真的超级多亚裔 那UC San Diego 是因为它的这个 就是工科比较强 那因为它当初设立 就是要设一个公立的Caltech 公立的家中理工学院 所以呢就是说 这方面学科多的话 牙裔 吸引牙裔的学生 也会比较多一点 了解了 完整的一个 这个入学的 录取的数据分析 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其实这些数字 都不是我自己编的 其实这些数字呢 都是UC他们官方网站公布 那这个官方网站的连结 我放在我的部落格 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屏幕上的部落格 对 其实呢 这些数字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下状况 对 另外还跟大家分享 我们上面也提过了 在这个4月18、19 我们教授的人会在这个两个地方 办现场的升学讲座 是不是 对 在南加州 对 据说现在每一年都是这个爆满 对 其实呢 我的讲座 我觉得很多家长都觉得一定要听 因为呢 我一直都觉得说 我要给你最多的资讯 让你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呢 其实你来听我讲说 你一定会有收获 那这两场讲座 一个是在Expo Center 一个是在尔湾中文学校 那你一定要定位 而且呢 我们这次有很好的一个东西送给你 就是我自己写的 大学申请工具书 工具书 这是最重要的 好的 非常实用 好 谢谢这样的原因 那你来解剪刀座 谢谢